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在看這片有機的花生田 那現在我們的客人王老闆 跟我買了這台高腳的耕耘機 然後附掛 兩個中耕的機器 中耕除草機 然後在使用上 原本用手推的 現在改為用耕耘機方式 做中耕除草的作業 原本他們是用離頭的方式來拉 但是拉的效果 狀況並不是怎麼好 所以後來就改用這種顯示來做處理 左邊是 左邊沒處理過的情形 右邊 處理過的情形 現在搭配的是約28碼的耕耘機 改高腳 也是在測試 這塊也是第一塊 在測試中耕除草的作業 種的是花生 有雞的花生 現在天氣有極端的變化 如果都一直用 一直用人工的方式來做中耕培土的動作 你看這一塊地 要花多久的時間 那現在就是用耕耘機的方式 來做中耕除草作業 效率上是大大的提升 那因為說 在中耕除草過程中 在播種的同時 一定要抓得很直 所以我們王老闆不時的回頭看說 我們花生的 花生的豬苗 會沒有被那個土所掩蓋掉 很容易說不小心 那個土啊超過那個豬苗把它覆蓋掉 造成那個花生被壓制在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高腳耕耘機被掛後面中耕除草做的 中耕的情形 中耕作業的狀況 這給大家參考看看 現在這是進行花生的中耕除草 我們現在還是說了齁 從事有機啊 你只要對於草的意志啊 有辦法去做有效率的處理的話 通常你如果新鋼就是探錢 這是大概它除草的過程 要這樣中耕除草的過程當中 先決條件是 當初在播種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直 在後續中耕除草上面 它才有辦法很輕鬆的做中耕培土的動作 不然就很容易壓到 很容易壓到 像這個都有 像這邊 這邊就很容易壓到 稍微有被壓到的 壓到的很